作为德云社的首批小洋人 描述个病情都能这么有梗 岳云鹏不会是德云一哥 虽说岳云描述病情十分好玩 但岳云还是要注意身体 争取早日康复 别看岳云鹏描述病情这么好玩 在向日舞台上 她的精彩段子更是层出不雄 最最让我生气的 什么呀 网上很多人 他们说出轨都没有人信 我背着这个我容易吗 可以的 我设计的后天啊 我凌晨四点后去接黑啊 对不对 我亲 这事过去了 过去了 敢自己出面解释绯闻 岳云鹏算是德云社第一人了 那就不能怪稍微和签大爷 拿这件事当包袱 舞台杂贯 我们这有啊 长得贼难看 出去找小姐 说出来都没人信 人家都承认了 没有人信 你说的我都快按着岳云鹏整容去了 论杂贯 我社的师兄弟们永远都走在前面